女儿天生弱智,行为有大攻击性 不单只伤害自己 更加将妈妈Marenda打到受伤流血 但是基于血缘之外 越是痛越是爱,毫无抱怨 《恩语之声》制作之启导版VCD 《没有不同的爱》 内容包括见证及短讲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查新请电《恩语之声》 也可以浏览《恩语》网页 www.sobem.org 一般男性怎样可以更有把握感 处理繁复的人际关系呢? 由香港资深辅导员叶曼寿先生 以专业观点分析男性的内心世界 以及各个切身的关系问题 为现代男性提供正确的出路 《恩语之声》制作生活信仰系列之 《男性慢慢谈》 然以制成CD观点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如何支持晚期癌症的病人 面对死亡的恐惧呢? 梁亦安博士主讲 专题光碟 直教生死梁相安 重新探讨生与死 了解病者的心理状况和需要 分享关顾技巧 也帮助病者和家人解开心结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查新请电416-321-9288-1003-520053 或者上网www.sobm.org 需要发起这个信心祭祷会 我们觉得都是我们所要关爱乐龄 教会的产物可能是钢琴 其他的乐器 不会是中乐 我们华族有很多很丰富的资产 文化的资产 所以我们就要发扬它出去 前来的把气的精神 它的体力贡献在我的家庭 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点点的天分 所以于是父母就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学习音乐 去将这一份爱 亦带给我们的家庭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是一个散发着多元色彩的现代化都市 传统和现代建筑并存 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互动 马来园居民和其他族裔国民和平共处 这些特色就成为了吉隆坡的标志 自从在19世纪中业 第一批华人来到吉隆坡聚居 时至今日 吉隆坡的华人人口已经接近100万 这个数字 除了反映出华人在首都的地位举足庆重之外 同时也显示出 为华人提供社会服务的诉求 也随之大大增加 黄丽明牧师 使命宣教关围中心的负责人 一向对吉隆坡华人社区的需要十分关注 而且对一些备受忽略的社区服务 特别有负担 在马来西亚我们每一次打开报纸 都看到很多令人很心酸的故事 那些人因为借第二孔 因为倒 整个家庭是支离破碎 甚至走上不归路 所以我们就一帮很有社工意识的朋友 我们就一起在这儿谈谈 都是一帮基督徒 谈谈就是说马来西亚还未有这种组织 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一个感动 需要发起这个信心界祷会 你给马来西亚人的祷徒 最低限度去知道有一个管道 如何去寻求帮助 第二我们关注到一个问题 就是全世界给我们的资料知道 就是全世界都在人口老化 那个象征出现 在马来西亚到了2010年 我们的落零人口的巴仙率 就已经有15% 15%在国际的标准来说 它是列入了是一个人口老化的国家 所以我们觉得 都是我们所要关爱落零的 不让他们觉得自己年纪到了一个地步 他们又觉得自己没用 我们要更积极地带领他们出来 做更有意义的事 甚至他们可以成为你的帮助 做义工 除了成立戒祷会和落零小组之外 王丽明牧师还成立了一支华乐团 他不单是华乐团的成员 亦是中心的事工主任 他和王丽明是马来西亚华人教会华乐团的先驱 在马来西亚还未有一支 关于华乐的队伍 这不是教会的产物 教会的产物可能是钢琴 其他的乐器 不会是中乐的 中心经过三年多的运作 工作已经占上轨道 可惜中心财政紧缺的问题 一直都未能舒缓 现在中心里面三位员工 只有两位可以拿到人工 我们三个人一齐的侍奉 打天下 最有限度有两个人 每个月都有粮出 但我已经三年没有拿到中心的水 因为要先去添置一些能体涉备 我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有得吃我就很开心 但最重要的是 我做的工作有没有价值 可不可以帮到人 能不能够荣耀上帝 是基于这样的概念 你成为我 爱不值得做下去这个事工 虽然在经济上不是很腐足 但在精神上 在那种的事奉上 我觉得很喜乐 王丽明的价值观 除了受到基督教信仰影响之外 他妈妈的身教 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妈妈是一个很广义气的妇女 虽然她读书不多 但她是一个很广义气的 当朋友有难的时候 她真的拿一条金链 如果有戒指给你 以后她就没有了 所以我还记得 我妈妈有一条纯银的 一个英雷王的褲头带 她都可以拿给别人挡 所以我被她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 朋友的情是重于金钱的价值 第二就是 有一句话说 仗义妹当逃狗辈 即是说 那个 讲仪器 有时就是出自基层的人 我本身是出自基层 我的父母 都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是一个领养父母 这一方面能够 使得我能够奋斗 是其中一个关键 我认识王牧师大概有整二十年了 那么对她是十分的尊重 因为呢 黄牧师她是很头身的 很尾身的在服侍着 她为人很大方 很慷慨 那么很爱心 对各方面需要的人 都能够给予十分的关怀 所以是我们在主里面 大家都十分尊重的一位好童工 王丽明吉隆波人 生于1949年 出生的时候被父母遗弃 后来由养父母抚养长大 养父母对王丽明爱护有加 一直都隐瞒她是孤儿的身份 直至她读高小的时候 有一次我还记得是读小学的时候 应该是五年班的时候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木屋区 因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人家 因为我们的木屋区都是用柴来起火 通常那些屋梨就会载草柴 来卖给家庭主妇 很大一块 在马来西亚出产的那块很大一块 很不幸经过那个屋梨 刚刚她们扔那块木柴 扔正我的喉咙 当时我闻一下 因为还小 所以不敢说怎么回家说 觉得没血了 不理他了 但是从此之后 我就患了这个抽筋的病 这个抽筋的病 不但只是折磨我 亦折磨我的父母 特别我妈妈 她因着我这个病 时时的耳泪洗脸 有一次我听到我的妈妈 跟她的邻居在那里聊天 说到如何治疗我的病 就哭了 然后她就说 她的爸爸妈妈都不爱她 所以她就觉得 我的命是很苦的 这个癫痫病 它会作为一个 不知觉之下运动 即是说你不能去鱼房 所以我妈妈 以前我姐姐住的地方 是靠近一个鱼堂 所以我每次上来 她都非常担心到不得了 因为你随时会掉到鱼堂 突然来的时候 你就抽筋 而且你会咬你的舌头 咬到舌破 你的口唇都破 这样就流血了 最少两三个礼拜 你没办法吃意气 所以这个病 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折磨 不但在你的精神上 而且在你的肉体上 知道自己是一名孤儿 又不幸患上癫痫病 令王丽明想过要结束生命 但是为了不想令养父母伤心 王丽明唯有继续无奈地活下去 到了16岁的一年 王丽明灰暗的人生 开始出现转机 没有屋区用木炭豆 即是要放木炭 要去炭店卖炭 进去炭店卖炭 听到教会唱诗 觉得反正很无聊 不如我进去听歌 不如我儿子也好 那我就走进那间教会 那些信徒在唱歌的时候 就给我很大的感动 我的眼泪就一尾流下来 那首歌叫做《耶稣恩友》 很多问题在我的腦海里面 真的吗? 耶稣是我的恩友吗? 真的吗? 我可以来到祂的恩助求吗? 真的吗? 祂可以拯救我吗? 说完道之后 那个领唱就上去唱诗 他就说一句说话 他说凡有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会给你安息 那我就第一个 就跪下 就在这儿大哭大哭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 但我只知道 一个重担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是否他真的可以给我安息呢? 那我就祈祷 那些人就看到我这么激动 就跟我祈祷 当我起床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我前面一幅的图画 是一片光明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 不是说以前那种 好像今天过了今天 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的 而是觉得 我的未来是一片的光明 一片的希望 我就整个人轻松下来 就好像所有的重担真的释放了 那从此我就去教会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生命很重要的转捩点 三年之后 王丽明决定进入神学院接受神学教育 毕业之后 他开始投身教会的工作 直到2001年 王丽明为了进一步实现自己文化宣教的理想 毅然创办使命宣教关为中心 文化宣教是我的理想 但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我已经是发起 但因为他是在教会的形式里面 就不能够扩大 我一定要踏出这个地方 我才能够做得更大 我们就希望藉着文化 去靠近华人的心灵 因为我们觉得和华族传福音 我们最大的一个难助就是文化结 在我们马来西亚 很多人觉得我们华人 即华族应该是信奉佛教的 就是基督教是西洋的 都有这样的观念 但我们读圣经 我们看到不一样 因为讲到神爱世人 爱每一个民族 我们华族有很多很丰富的资产 文化的资产 所以我们就要发扬他出去 所以当他觉得 基督教原来可以包容 我们华族文化的时候 即是靠近了他的心灵 今天王丽明一家在共聚天伦 王丽明除了在工作有出色表现之外 他在儿女的心目中也是一位好妈妈 从小到大 妈妈就很希望我们可以每一个子女都学音乐 所以我相信我小的时候 对音乐有点点的天分 于是父母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学习音乐 所以我一开始很开心 学来整个过程 就觉得原来学音乐不简单 所以其实我也要多谢我父母从小 那时候逼我 叫我继续在音乐上继续学习和发展 从小学开始对中学不认识 上了初一的时候就要填学会 那我填的学会 因为我本身也很难 就选择那些 最好整天不用你学会那种 又可以拿到成绩就算了 那就交了上去 但是我妈都听到的时候 你不是参加西学又不是参加中学 他就叫其中一个老师 拿回表格回来 改了它 开始的时候其实不喜欢学中学 后来一两年经过妈妈的鼓励 就开始喜欢 其实妈妈在我们从小到大 包括到现在为止 妈妈都是一个很忙的 包括爸爸都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 都培养到一个好的关系 就是我们亲子之间的沟通很好 所以虽然爸爸妈妈有时候 他们都早出晚归 但是我们都会做子女和妈妈 都时常都有那个机会 会珍惜的机会去沟通 今天王丽明已经是两位媳妇的奶奶 在婆媳关系方面 王丽明亦处理得合到好处 我奶奶是一个很直的人 很主观的人 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很直 很主观的人 所以随时都要火星撞地球 但我觉得在过程中 有一个最大的恩典 就是神的爱在当中 我奶奶虽然很直 很主观 但是都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我跟家婆的关系还不错 还很好 大家都适合在基督生活中 所以如果罗伦家我到处 是会迁就他 或者家庭问题 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或者孩子问题 或者我自己家庭的问题 都会跟他们商量 当我的儿女成家立室的时候 我们是坏人 坏人我们很追求一个字 就是一个和字 在和字里面 是每一个家庭成员 他们都要付出的 当然我的儿女 她在我的调教环境 家庭里面长大 但媳妇就不同 因为她来自不同的家庭文化 所以当她嫁进来的时候 我要让她们让她们 让她们觉得 这个奶奶不是很难相处 就尽量让她们有发挥的空间 和尽量 甚至于家庭一个佈置 我都要她们 说出她们的感受 所以我们之间 婆媳之间的关系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有点心得 就是说我们要追求一个和 儿子出生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特别请一个人 来帮忙坐月 看到妈妈 他就会很瓶瓶瓶瓶地 准备一切所需要的东西 甚至乎是 甚至乎是 是自愿的 要陪这个 那时候的 儿子的寶寶 陪他睡觉 我多感恩 我有一个这么好的父母 去把这一份爱 亦带给我们的家庭 甚至现在 我们自己本身的家庭 我妈妈都教我们 用这样的爱 去传递这个爱 所以我多谢 爱和亲情 能够在家人之间 不断延伸 是因为 王丽明和他的老伴 努力维系婚姻的成果 我时时觉得 林牧师 他成为我的另一半 是我一生的一种的荣幸 因为是他照顾我 多过我照顾他 我自己觉得 在家庭里面 我觉得作为丈夫 父亲 他是家庭的一个头 所以我们需要 能够尊重他的看法 和他的感受 可能我做这件事 未必是合他的意 但我们都很开明 可以说是开明 来说出大家的感受 然后怎样为之折衷的方法 我和师母的性格 有很大的不同 他是一个比较做事果殿 比较急性的人 比较慢一拍的人 会做事要三思而行 两个不同的性格的人 在一起 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但我们都是 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就从上帝那里 领受了圣经的教训 我们要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相爱 我们就在这儿来学习 师母之外的个性 当我比较坚持这件事 不可以做的时候 如果我再多一次坚持 便会妥协 便会用步 但如果是 再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用步 便会妥协 大家便会用很默契的气 彼此的妥协 在四十年的婚姻里面 你说其中有没有争执 当然有 但我觉得圣经一句说话很好 它说不可以含露到日落 我们大日就会好 不会有一些家庭冷战 我觉得这个给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指南 我觉得圣经的真言书很好 它说自慰妇人建立家室 所以我就以圣经为一个男本 去处理我的家庭 来和我的儿女、丈夫、媳妇 能够和平共恕 在此我要和我的师母 王岚明牧师 说一声多谢她 我和她结婚这几十年来 她陪伴我在我的人生的一个路程 里面帮助我 勿嫌弃我 全力地支持我 全力地把她的精神 她的体力贡献在我的家庭 以至到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的子女在她的苦心的教导之下 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以至到我的子女都敬畏神 在社会上成为一个被写了有贡献的人 我深深地感觉到她的功劳是最大的 我一切缺点 无计较成熟 愿我甘苦一起始终有你 同行结伴人生 是天的厚恥 无论富与穷困 都不捨不起原来 相爱不单止送鲜花鑽石原来 相爱不单止诗意烛光也原来 相爱不单止豪华必须放车 唐话里那永不灭爱情 愿是要尽全身一生片石 在工作上全程投入的王丽明牧师 同时也是一位情职的太太 妈妈和奶奶 这位各方面都全力以赴的女性 她的人生价值观和处西原则 是远至她所相信的基督教信仰 你想不想对这个信仰有多些认识呢? 《恩语之声》在全球多个城市 都设有免费电话热线服务 欢迎你现在就和我们联络 你也可以在《恩语》的网站 www.sobm.org留言 愿神赐福你 杀찬文字幕志愿 那永不灭爱情 愿是要尽全身 尊心偏射 全身偏射 曾荣获最佳电影编剧奖的张坚廷 和曾获得多个最佳电影配乐奖的金培达 他们背后还有一个真正幕后高手 编写他们的人生剧本和曲谱 因与之星制作一套两集的 演艺人系列VCD见证节目幕后高手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查证请电416-321-9288 或者北美免费长途电话1-800-352-0053 医生断定Sara只能活到三岁 她奇迹感度过了十二个年头 Doris回望以往女儿多次徘徊死亡的边缘 体会到生命的无奈 但前面的日子又怎样呢? 《恩与之星》制作之啟导版VCD 《回头汗》 内容包括见证及短讲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查证请电《恩与之星》 也可以浏览《恩与网页》 www.sobm.org 《恩与之星》 《恩与之星》 《恩与之星》